請問開始來看到 在台北少年關護所門口高調的大放煙火 這是有四名男子深夜騎車到關護所的門口 連安全帽都沒脫 就開始急著燃放煙火 那麼當下更有人負責拍影片 記錄下整個過程 而左方聽到聲音出來查看 但是這群人早就開溜了 事後調閱資料證實 其實收容人當中根本就沒有四月份的壽星 也懷疑這群人根本就是來故意挑釁的 好幾名男子看起來超high 二話不說燃放高空煙火 嘻嘻哈哈就看無煙六色在空中綻放 還有人在旁邊拍影片記錄 環顧四周雖然沒人 但地點很敏感 就在台北少年關護所門口 小凡啊小凡 高調放煙火到底為哪裝 畢竟這一放驚動關護所人員 來門口查看狀況 但發成一群人早就鳥獸散 當晚這四名青少年呢 來到了少年關護所施放煙火 為的呢就是要幫收容的朋友慶生 在門口呢還能看到施放的煙火痕跡 事發這個月二號晚上十點多 關護所證實收容的少年沒有一個人是四月壽星 也跟收容在這邊的國三生割警案的乾歌乾昧無關 這個時間大概只有一分鐘左右 我們收容少年都已經就寢了 請他們跟他們的親友來告知 避免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不要影響到我們整體的一個秩序